到那个BE了 有有有 好 那我继续讲 临时小学校今天在NBOHOP台北 就是我们有实体的坑 所以现在目前有一些人就是在这边 协作一些专案这样子 那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什么是临时小学校 那临时小学校呢 我们把它英文的专案名声取名是 SCH001 那这个字其实是从学校这个字过来的 那我们希望可以把就是代表数位 也设施来的0跟1 放进School这个字 那希望我们可以就是从临时考学校的角色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点致敬 就是距离V8 O1的0的概念 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专案呢 就是进行一些就是教育跟数位社群的协作 那大家也许之前听过一些 跟GDV社群一起协作的专案 例如这个是蒙电 然后这个是阿美与蒙电 这个是爱戴义 然后这个是水戴义 然后这个专案呢 也是周中团另外一个专案 叫GDV公民科技创新奖助金 所支持的一个专案 那那时候就是一位教台语的老师 希望可以完善台语的字典 所以他才开始了这样的一个专案 所以综合一项其实我是想说 GDV社群其实在过往 其实已经有一些就是开始做 教育相关专案的潜力 但是一直没有就是针对教育科技本身 这件事情来做讨论 所以我们才开启了临时小学校这样的专案 那我们在二月底的时候呢 就有一次开学日 然后开学日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当天是一个小松的行事 那当天是一整个下午的活动 那我们就是从两点开始 然后我们邀请了三位讲者还有我 然后我们就是针对教育科技方面的事情 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教育科技方面的经验 那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次临时小学校有两个主要的合作伙伴 一个是陈志教育基金会 另外一个是联合报信愿景工程 那他们也有就是请到分别两位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观点 那陈志这边是陈秀芬老师 那愿景工程是好读周报的郭敬平主编 那我们因为GV社群就是一直以来 有跟Core for Japan的社群合作 所以我们也从Core for Japan社群 邀请了Mami-san来分享 就是所谓日本他们在做 教育科技方面的一些分享 那我在开学日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 GV社群怎么样开始写作一个专案 那就是详细的欢迎大家就是去看 我们的公笔 我们目前就是都有 我们都有当天的文字记录跟录影 好那在那个 在讲者结束之后 我们当天也有一些提案的时间 那当天呢 总共有七个提案在 七个提案 然后包括Rony Wang他自己也提了 线上私质量的检测工具 这样的提案 那我今天就先不琢磨在这些提案上面 不过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因为这些提案其实都 才从二月底才刚开始 那我们其实都持续在讨论 那像今天在小学校现场正在讨论的提案 是教案Github平台 那他们就现在在写作中 那这些平台其实都还敢开始 然后很需要一些人的加入 然后所以就是欢迎大家来看 就是我们的公笔 然后了解这些提案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刚才说的 这是在开学日上天的提案有七个 然后Wikidata的Alan有来提案 他提的是结构化资料的可能尝试 然后Teach for Taiwan的毛毛 他来提了减轻学校行政负担的工具 然后以及适合学生使用的自我监控工具 然后以及便便履历的Dana来提了时时刻刻 还有教育铺乱课的Eric他来提了 就是可以不要再谈AI了吗 就是他想讨论就是软体的公共化问题 好那我们在开学日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想先跟大家介绍就是还没有形成提案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急需 我们现在想要寻找就是有没有人来愿意 当这些可能是许愿的 就是有人许愿了 然后他形成了一个坑 然后我们想要找坑主 那这个也是文化国小资源班国语 读写障碍教材的网站 那我们去苗栗找到了一位陈东福老师 那他一直以来就是在做特教的教学 然后使用的方式就是 就是他会自己制作这个软体 然后来教特教班的小朋友如何写古字 然后这是一个范例 这个是他用来教小朋友使用学写字的软体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是用Fresh写成的 那然后对我们来说比较惊讶的是 就是他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有一个字是夹 那这个字他是怎么做出来呢 就是他是用就是沃德的文字艺术师 把这个字做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字做出来之后 就是放到那个PowerPoint里面 然后把一笔一笔的笔画去做结构 然后结构之后再变成一张一张的图片 然后他才能在Fresh上面就是 一笔一笔的动起来 所以这个制作过程是非常耗时 而且就是耗时要消耗很多老师的时间 所以而且老师 就是陈东福老师他其实是一个人在做这个专案 所以他其实还需要很多人帮助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带来看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共笔 就是在线下就是疫情发生的情况下 那我们如何讨论教育科技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共笔也在我们的 就是SCH001.g1.dw的站上面 大家可以来一起共笔 那我们目前有台湾跟日本的案例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除了陈东福老师的专案之外 我们其实经过这个专案 我们其实接触到非常多社群伙伴 那他们其实在教育科技方面 他们其实有各种就是 他们作为教育端本身 他们很希望可以接触到科技 但是他们要如何接触 就是一个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议题 那就先这样 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频道 跟我们讨论 谢谢